那么接下来咱就把个人中心这个 咱给大家完成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再强调一点 所有的前段页面 点某个按钮执行的功能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前段要搞的 咱们后端的开发者 pattern干什么呢 只负责请求之后 我应该对用什么来为你服务就完了 只要是前段页面能点的 能看的 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前段页面来写的 无非是咱们只是把数据给它拿过来就行了 咱们处理逻辑 而前段只负责将来的展示效果 就可以了 前后端就是指着这个意思 那么正常情况下 前段的人员 它会给你一个叫做个人中心的 这么一个固定的html文件 这个html文件里边 它已经给你写上几个 就是百分之百的给你写上几个 告诉你这个样子是什么 你要是想用的话 就重复去用这好的信息就完了 或者说 如果你们这个前段人员的开发的很给力 它可能在下面写上 一页 两页 三页 四页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去点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请求谁 请求谁 其实也是需要进行设置 那么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模板 我还是先给大家 怎么做的呢 依然如此 你注意点 模仿 有机 检查 我选中这行不就完了吗 你把这个小三角给你遮起来 你接下来动的时候 你只要一动 鼠标一动 上面的东西也就动 你现在只要停在谁身上 你点 那么现在就确定这个了 然后呢 有机 直接Copy Copy谁呢 也别说XPath 也别说Selector 你们在学 Postrum的手机 知道什么是XPath 和Selector 后面知道 CopyElement Copy元素 懂 Copy元素 做了这干什么呢 这边这个 咱们知道的那会儿是 这个个人 这个主页的那个 然后咱们在CtrlV 这个是不是就个人中心 这是个人中心 来往这搜一搜 往这搜一搜 Ctrl Shift 不是Ctrl 是Shift Table Shift Table 那么将来就是往回缩 Table是不是往右缩吧 那么 缩完之后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格式了 把它CtrlC 请问同学们 咱们应该干什么了 是否也就意味着 VIM Dynamic里边 迷你外部框架里边 咱们 网上走 这个地方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 还是光秃秃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 咱们自己模拟的数据了吧 这个地方呢 绝对需要进行修改 那么这两个呢 咱们基本上怎么做 那基本的流程 是不是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考 一直考到这为止吧 Y 复制 然后呢 接下来 把它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把它粘贴起来 那你说 东哥 我能不能重复利用 可以啊 你定一个函数 说把能重复利用了 是不是全重复利用了吧 这是没什么问题 我只是跟你说 从逻辑来角度讲 更 就是什么呢 不追求于这个函数 写的更简洁 咱们追求逻辑 应该怎么做 你自己拆函数 这个时候 你也是能 有能力能拆得了了 大家看 我链接这个数据扣 然后接下来这个色口语句 还对吗 你不管怎么说 那个色口语句 这是一大关键点 色口语句 不管对不对 这是影响到将来 你这个结果了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 也会影响到你的结果 是不是将来 123 咱们这个模板 对不对 把刚刚那个模板 粘过来 它依然是这么 这么low 这么乱 进去 按入点不松 过去 然后呢 再把它往这走 把上面那个TR删掉 来 按照我跟你说 大家说的 TR 再往里边走一进 走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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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D 进去 TD进去 咱们要看的是TD的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好了 反正在后面两个之前 是七个 七个呢 就是把这个3333333 百分S YY 然后呢 6P 6P就暂停6 33333 所以说是不是七个 1234567 七个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Sircle语句 查出来的结果 是否影响到 咱们将来替换数据的结果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就别忙着写了 基本上就这么多 模板已经找好了 这叫数据模板 已经找好了 那同时 关键点就在于 这个地方有几个数据 需要什么呢 首先 咱们看人家需要什么 股票代码 简称 涨跌幅 换手率 什么对性价 然后呢 对性价 然后当前对高价 然后呢 当前这个高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在这 有的没有备注信息 有的有备注信息 那么大家一看 咱们刚刚呢 在用数据库的时候 其实用过两个有两个表 但是咱只用过一个 so 提包着 有两个表 select信 from info 查出来是这么一坨 select信 from focus 我能直接这个四口 一句写这个呢 同学们明白一点 你写这个四口一句 查出来的一共有三个列 三个列 那么将来咱们这个地方 不用说人家 刚跟他说了说 光前面这一坨 这就是七个 你说是吧 肯定不够啊 颜伟自己 你再想想 你给他显示 你确定要买这个 买哪个 你确定买这个利好 这个可以考虑 是吧 这个是个潜力股 这个是什么垃圾股 你这也懂得说吗 同学们是不是应该是进行关联呀 这个地方的数据库的 这个色口语句的作用 就来了 关联查询 大家看 咱们举例 36 id是36的这个 是他了吧 那么37 88 89 1 前面是不是都是这些信息啊 取这两个表的 什么 我以这个这段里面的信息 当作外界 和这里面进行找 是不是将来是取他们关联的信息了吧 关联查询 就相当于链接查询 链接查询呢 分为left join inner join right join 是不是有这么多 你会用什么 left join right join 来 select 新 from 走啊 咱们来一个 比方说叫做 这个叫做 info as i 然后 in 是不是应该用inner join 对吧 去交集嘛 inner join 谁呢 嗯 叫什么呢 叫做focus focus sf 然后按i.id等于f.infoid321 插出来了吗 这不关联查询出来了吗 解问 咱们就直接写信吧 这里边是不是有这么多信息 是不是有些 你比如说 时间不要 id不要 这个是不是也不要 那有这么多 所以说怎么办 把这个新换成 嗯 i 底 这个地方到底写什么 你一定要分清楚 人家要什么 是不是给什么 好了 咱们先看一下原来的这个啊 原来的这个啊 服务器我给它关了啊 服务器关了 咱们看一下原来这个 有序号 股票 等等等等 有这坨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股票 简称涨跌付换手 率对新价 是不是当前对格价 123456 这是不是6个信息啊 你再看这里边 是不是和这6个信息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吧 那么也说 去除了哪些呢 去除了对开始的序号 去除了时间 回到这了 你看 去除了对开始的序号 去除了时间 还剩下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不是还有六个 咱们刚刚数的是七个哟 是不是还有一个备注信息啊 那么这个备注信息 是不是应该是取这个 是不是去解决了吧 去去这个就完了 好了 那么就是爱点 扣着 对话 爱点 sort 爱点 change 然后爱点 turn over 然后爱点 price 然后爱点 height 然后 然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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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 然后是f.note info 还有什么吗 哪写错了吗 简单简单 简单一遍 这个特别长 让人一套 爱点 code sort change turn over price height f.note 没错 懂 可以了吧 把这个色口语句 先在你的色口语句 里面验证 验证成功之后呢 复制 直接拿到哪去啊 拿到咱们这个程序里面去 你说对不对啊 替换哪一个 是不是替换这样了 咱们刚刚真心这个色口语句了吧 把它抹掉 换成咱们刚刚说的这个色口语句 实际就是这样 实际开发就是这样 你先验人验这个色口语行不行 行 再拿过去 二话绷 绷给他讲 对吧 直接拿过去 那在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空间的三点啊 藏出来的信息 咱们数损一个两个 就是原来一共有六个 加上一个 是不是一共差出来七个信息 一二三四五六七 请问同学们 是不是正合适啊 那么接下来 咱们复合讯划的时候 有几个别越界 越界就完了 零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到六级结束了吧 后面还有吗 没了 到这就结束 到这就结束 是吧 还需要改吗 这不是出来了 是这个信息是不是对了吧 也就是说 你将来前端人员 给你整的这一列是什么 这列是什么 千万要和数据库里边 查出来的那个列 是不是有对应 数据库里边存的那个列 他的序号和将来前端页面 产生的序号 有很多很多种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切记 要以谁为准 你是告诉钱的 钱端人你写错了 赶紧给我给 我从数据库里边查出来 第一个是序号 你序号都没有 钱的人有可能两巴掌 就给你了 是吧 谁决定了呢 产品经理一定和钱端 沟通过很多次 觉得将来这么显示 客户看着爽 咱们提供数据的一方 只能按照人家的要求做 你听懂了吧 人家是老大 人家说了 我这个地方需要什么数据 东哥赶紧写 这个地方需要数据 快点 是人家指挥咱 不是咱指挥人家 你听懂了吧 咱们什么时候可以指挥呢 我数据都写完了 你能不能快一点 是吧 那么这种时候 这种是可以的 这种是可以的 往往就是前后端开发 一般的前端 说实在的 前端的是魅的 还是有一些的 后端的开发者 这个男性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 你们沟通也不会有什么障碍 是吧 绝对不会有 而且男女搭配干活 要不累 这实际嘛 就是这道理 如果你要是一个男同事 账单能不能改 找什么急 我玩玩这把农药的 是吧 有可能是这个时候 他们 个人中心 信息 请问是不是出来了吧 OK 那么到现在为止 来做吧 他们咱们稍微总结一下 咱们今天学的这个东西 大体咱们讲了些什么 浏览器 请求一个这样的资源 通过httb协议 给了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 根据你的设定 是否支持伪静态 来判断这个东西 是否是当作文件打开 还是当作 参数扔给咱们的框架 web框架 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web框架 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那么他想必 一定是离掉某个函数来做 咱们那会儿有个同学问了 我有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给大家再算一下 他说了 男的就不能 把这么多 你写的这个函数 都对应成一个吗 接 不管对方请求的是 index.html 还是什么的html 还是什么的html 通通用一个函数来解 那就没有这个东西 也不用装饰器 这不更简单吗 想法是特别好的 我那会儿说了 想法是相当好的 但是这么多不现实 为什么呢 你首先想第一个问题 像咱们刚刚写的这个程序 大家看 大体的样子是相同的 这里边 大体的样子相同了 这里边先打开模板 查询数据 组织数据 返回给外部服务器 那么咱们下面的这个 咱们刚刚写的这个 sinter的T1 打开模板 查询数据 赌装数据 然后接下来返回给服务器 请问是不是一样的流程了吧 但是具体到某些 具体的代码的时候不一样 比如说 打开的模板不一样 比如说 执行的社会语句不一样 比如说 你服务性化在去替换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么就是想法是对的 我不管你是访问index的html 还是login的html 还是怎么样的html 我能不能用一个函数来做 想法是非常对的 因为这么多呢 将来就减少了 将来这个函数的个数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所有的请求过来 都用同一个函数来做 什么情况下能这么多呢 所有的请求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 但是登录和个人中心 和注册和显示绝对不一样 所以说最后的一个结论 以后一定是这么多 一个请求对应一个函数 至于这个函数是普通的函数 还是放到类里边当做方法 根据不一样的框架 将来多的不一样 简而言之 反正就是你让它对应好 来一个什么的请求 我就得要拿个函数 这个是一定要 都有核心的关键点 一定要对应好就行了 这是对核心 这是对核心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如果咱们随着咱们接下来的业务的需求 咱们再进行功能的扩展的话 比如说咱们今天 最主要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 是不是查询 把这个查询数据库 它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都已经查出来了 那么咱们的miniweb框架里边 还会揉什么功能呢 网络里边加什么功能呢 增三改刷全部都要实现 在刚做了是不是一个查询了吧 那么要说咱们 会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咱们会讲什么东西呢 增三改全实现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修改 这个地方的删除 以及股票信息里边 是不是有个添加 添加是否意味着 向股票里边添加个信息 个人中心里边 修改是不是要备注 或者是更改这个地方 然后点删除 是不是就不关注了吧 这是我觉得比较不错的股票 我就进行登三改 把这个东西实现了 基本上这个过程实现了 那么 未来咱们的任务 就说得很明白了 如果是你 你就多么多么 咱们未来会主要写些哪些东西 想想 是否也意味着 我接下来应该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否应该是 我先规定规定 我将来需要浏览器里边 访问哪个URL 哪一个URL先确定要访问 我接下来定一个函数 用装饰器给它装扫 访问这个URL的时候 我用这个函数 访问上一个URL的时候 我用下一个函数 请问 也就是说 咱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 用这个东西来装饰 接下来的函数 请问这个函数的代码 是不是就决定了 将来咱们这个页面 是不是显示的东西了 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过程 以后咱们的这个服务器 基本上就不会再变动 如果需要变动呢 还是大家需要变 那有没有发现 咱们基本上这个外部框架 还需要再改吗 需要改就再改 但是外部框架 基本上的样子 不会再改了 同学们 什么叫基本的样子 application 是不是外部框 外部服务器 首先要掉点的卡状 这里边基本不变了 基本不变了 就是根据需要再变 那么对开始的装饰器的 这个过程 以及字典 基本不变了 你唯独在这个模块里边 这个外部框架里边 写什么呢 写一个函数 用装饰器装一下 写一个函数 装饰器装一下 请问同学 你没发现 怎么调用的 谁来调用的 以及怎么返回数据的 咱们都不管 你没发现 咱们只需要写一个函数 用装饰器装一下的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实际开发就这样的 如果我把这个框架给了你 你就设想 我这个框架已经给了你了 我加一个东西 比方说加一个登录 那么请问 是否意味着 我写个login函数 用装饰器装一下的 访问login.stml的时候 调用我这个函数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解了吧 怎么调的 你不用管 怎么返回的 不用管 人家怎么做的 都不用管 你没发现 是不是你只处理 打开摩板 从数据和啥数据 合在一起 返回给咱们的框架 请问这个事 是不是解了吧 这就是以后 咱们大家开发的流程 无非是像张稿 以及弗拉斯克 人家的框架 比咱们写的牛 就怎么点事 过程还是知道 通过装饰器也罢 通过别的办法也罢 你就写那个函数 你听懂了吧 所以说 这就是未来就这么多了 就写那个函数 你访问 你带个词的时候 写一个函数 你访问login的时候 写一个函数 访问这个时候 写一个函数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听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努力 把这个过程理解通了 什么 将来你再去用框架的时候 你就停留在什么呢 这个框架 我会用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它的大体的事先原理 你是不知道了 听懂了吧 你把这个大体原理 知道了之后 接下来你再去学 flask 框架 你就大体能猜 你能猜怎么实现的 无非是咱不花时间 去做一遍而已 就这么解了 就这么解了 通过有个词语 今天我给大家抛出来 有个东西叫 面向过程开发 有个叫面向对象开发 有一些地方也说 有叫面向切面编程 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 面向切面 切就是一刀切的那个枪 面呢 就是方便面的面 就是切面 怎么理解词语的 抽象 稍微有点难理解 但是我告诉你 你自己听 你听懂我说的东西 如果咱们在下次上课的时候 咱们要继续做 比方说增三 改的那其他功能 请问是否意味着 我要定义其他的函数 是这道理了吧 我要定义很多的函数 你装实起来装 请问 如果咱们在那个 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整个这个迷你外部框架 它的核心在这 用装饰器来往里边放 key value 用这个地方来去调 对应的函数 你说是吧 这个核心功能已经有了 那么咱们接下来 去写这个额外的增三 改的功能 主要写什么呢 主要就是定一个函数 用装饰器装 什么叫面向切面呢 你的功能都实现好了 都差不多了 我定一个函数 用装饰器一装 你的功能 就加了这个功能 然后我再加一个功能 我写个函数 用你的装饰器一装 你那里边又有一个新功能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这个地方就好比 是一个完整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想象 我当前我手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完整的 什么功能都实现好了 你甭管它 反正人家倒地都好了 怎么返回给浏览机 什么人家倒地都好了 那么我接下来 想加个功能 请问同学们 我是不是相当于在某个地方 我给它插一刀 在某个地方向来给它插一刀 我第一个函数 让它知道这个函数 我第一个函数 让它知道这个函数 请问最后的效果 是不是相当于 我只面向了一丁点的地方 也没有站在整体的角度去设计 也没有站在一个函数的过程去设计 你说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地方 就称之为叫做面向切面 面向切面 不是切片 是面向切面 切面 简单地说 表达的意思 人家的功能都写好了 咱们用装饰器一装 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会被自动的 让原本的程序所识别 它什么时候掉 不用咱管 它怎么掉 不用咱管 它返回值怎么处理 不用咱管 咱们只需要下函数 就完了 这就是面向切面 面向过程用函数 从头那边写 面向对象 用对象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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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整个过程你都得参与 面向过程 面向切面是怎么的 我管你怎么实现 你怎么实现 我加个功能 插进去 就行了 这就是面 切面 利益这个词语一想 很多人也会去提这个词语 很多人也会提这个词语 就是如果是遇到了 小伙子会不会面向切面 他就是在为你用装饰器 加个功能 然后让原本的框架去掉 听懂意思了吧 会 怎么会 装饰器又不是没学 对吧 会 好了 那么这个概念 咱们基本上就说到这儿 了解了解 这个概念就行 因为实际用的 其他语言里边 切面几乎没有 然后Python里边装饰器 因为Python里边很特殊 装饰器 其他语言里边都没有装饰器 怎么回事 C++都没有 那么所以说面向切面 有一些语言支持 有一些语言不支持 但是面向过程 只要是语言 都支持 面向对象 家伙 家伙值不支持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许 面向过程 面向对象 这是经常提的 面向切面的 有地方也提 好了 这个就不再提了 你了解就行 啊 好 好